我们接下来整个国内 特别是国内我们的战友们 共产党用的什么招 就是在通信上找到你的证据 二 给奖励监局揭发 和网络上找到你参与 参与白纸运动也好 火焰运动也好 火焰革命也好 就是用这个 接下来中共国会大肆断网 断通信 断电 断水 断气 所以生存是最重要的 它拿生存来威胁你的一切 然后它会把你定义为 海外的所谓海外势力控制 和国内对中共中央的政治势力 一小撮犯罪极端分子 暴力集团 一定这么走 一定这么走 然后大肆的电视宣传 一边打 一边夸 这边打的人就抓起来 往死弄你 夸的人就说 有些人检举一切罚 然后同时放开清黎格林 然后部分地区又制造紧张的病毒的传染的局势 两者之间相对冲 既不失去清黎格林政策 不激起全国的众怒 同时各个击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